喔喔 猜猜是誰把大便拉在褲子上啦 我大便也太小一顆了吧 人家的大便名都這麼大K 為什麼我的大便這麼小啊 感覺就有點莫名其妙耶 哈囉 大家好啊 歡迎收看我的實況頻道 我是實況主 黑了 空中飛一個什麼東西砸到了的 這是某個培根的碎塊嗎 而且它的大便怎麼是往上飛的啊 我們現在來玩的是Rolebox裡面的 這個配音讓我不太想要講開場白耶 反正就是 不小心把大便拉在褲子上的模擬器遊戲 這名字會不會太長啊 我們只要點下這個大便的按鈕呢 就可以拉在褲子上 我們只要每點幾下呢 我們這個便便分數就越高 然後身高就會長高那麼一點點 可能每點一下就長個0.1公分吧 欸 原來被我的便便殺死了耶 我的便便居然是有傷害能力的喔 踩他 踩他 我看直接在身他腳下生殘 哇 果然我的便便就是劇毒的啊 但是拉太多下的話 你的便便這好大K的喔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中間下面的便便按鈕啊 我們只要拉太多的話 它就會進入極限值 似乎就會開始扣血吧 哇 居然被巨大便便砸到耶 哇 我這個是不是拉太多啦 這個有扣血啦 我還一瞬間長高了耶 他說我現在已經總共拉了770個便便 欸 不錯不錯不錯 快點擊殺這些路人 劇毒便便 在他腳下生殘 哇 而且這樣的便便跟我的身高一樣大啊 來 我們再來進入這個極限值吧 雖然我這樣講可能來不及了啦 但你們在吃飯的時候不要看這一集喔 因為畢竟就是 走在路上 不小心拉在便便褲子上的模擬器 我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但它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解釋的啦 哇 要進入極限值囉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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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是水屁耶 哈哈哈 我這快笑死了 而且它只要到極限值之後 我的那個身高就變好尬喔 啊 不是好尬 是變得好大隻耶 所以我們只要頂越多下的話 它就是進入極限值 我們就會超載成長 啊 變變能量果然不是蓋的 我們已經比一般NPC長大好多隻喔 呵呵呵呵呵 這我不知道 擊殺這NPC有沒有分數啦 但是我看到就是希望他可以踩到我的便便 哎呀你看 我又不小心拉在褲子上囉 要這個水屁給我過來 哇 極限直屁屁 直~~ 這這好髒啊 還可以開這個耶 咿呦 居然還有車子可以玩 哈哈 也進入水屁模式了 真的好噁心啊 這個遊戲 哇 啊這個車子一下就沒有辦法玩了喔 呃 而且我便便的位置好像不太一樣的耶 姿勢都變得不太對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遊戲通行證吧 哎呦 遊戲通行證可以購買黃金便便或者是彩虹便便 有沒有人想要選這兩種其中一種啊 還是你比較 呃 非主流 粉紅色或是綠色便便 我會選彩虹色便便啦 99RB而已啦 這樣拉出來就不會是咖啡色的嘛 我也可以吐這個彩虹屁 哈哈哈哈 好了 我現在購買了 支持了這款遊戲 吃我的彩虹色便便吧 哈哈哈 耶 噔噔噔噔噔噔 我剛剛騎這個車子的這個特效還沒有用完啦 哈哈 哇 我現在可以隨便提個便便 然後 讓他在這個小字上面四處分享我的東西 分享我的臭臭 其實這不像是拉褲子在 就不是拉便便在褲子上模擬器 這比較像是便便模擬器 就是普通的遊戲啊 我覺得我的身高可以馬上變得超大隻 哇 要進入極限值啦 吃我的彩虹屁吧 哇 瞬間長大 欸 有了有了 我要再點一下還在瞬間長大啦 有沒有 我便便越來越大隻了 我已經到達2000分了耶 現在可以重生嗎 我還可以生產車子 重生的話需要5000分的噗噗 那我現在只有2000分而已還不夠 好啦好啦 那我們再來稍微農一下吧 看自己能夠最大的跑到怎麼樣子 你知道嗎 如果我在這個遊戲使用雙子流便便的法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連續便便囉 這一枕頭直接掉下來咧 而且完全沒有拉在馬桶裡面 你看右上角的分數 我現在3000分了喔 然後到達極限值 他的速度增多快你知道嗎 直接增加200分 300分 瞬間長大就這個道理啦 借過 這是我的地方 這是我的便便區 請你借過 我們還可以按一下重洗耶 呃 重洗的話我是要這樣按嗎 你不要讓便便攻擊我 我這個好像也可以攻擊其他玩家耶 你要不要吃吃看我便便啊 哇 不要把我擠下去 我用這個高空彈跳我可以現在連續三段跳 用我的這個放屁啊 所以我們只要越大隻的話就可以在空中凝製越久喔 我根本是便便轟炸機啊 借過 借過這是我的地盤 彩色便便就是我的攻擊最大技能啊 我看會不會只有那個垂直攻擊方式直接把他們打下來 可以耶 他吃了我便便 不只可以入殺NPC 我還可以攻擊其他玩家耶 彩虹色屁屁 變變變變變越來越大隻喔 現在我們的便便應該可以比其他NPC更大隻吧 他們真好小一隻喔 哇 你看 現在我的大小可以跟他一樣喔 哈哈哈 哇 攻擊其他玩家啦 拉在褲子上模擬器真好玩 用雙子流行走的話根本就是 走路的拉肚子機器 我不太會形容欸 拉在褲子上真的好難想像喔 你們有拉在褲子上的經驗嗎 應該是只有小時候才會有吧 多少都會有的 來 試一下我的彩虹屁 要是彩虹屁也有傷害那就好啦 這應該是最毒的部分居然沒有傷害 真的讓我覺得太可惜了 是吧 然後我們還要小心不能夠採到別人便便喔 我現在等級只有1而已啊 我要站他頭上拉便便 哇 直接把他打死了 這是我的專屬BIP區域 他說這裡有雙倍便便區欸 但我在這邊站在上面好像沒有雙倍呢 啊 是誰在丟我便便啊 我要站你頭上開始攻擊 哇 我這樣攻擊不到人家啊 而且好多人家的便便喔 你也想要再攻通攻擊嗎 看起來跟我想的一樣喔 欸 阿仁咧 喔 沒事 他已經飛下來了啊 我又要進入彩虹屁屁極限值了 好啦 這就是一個小糞便遊戲啦 我雖然在上面還是花了RB喔 但其實這遊戲應該不是不會玩太久啦 他除了讓自己的便便越來越大隻以外 應該沒有什麼其他作用了啦 然後跟其他人PK 我們還可以坐這個小車子 啊 我現在太大隻了沒辦法坐啊 那我PK攻擊他 居然太大隻沒辦法坐車子嗎 也太可惜了吧 我還可以縮小欸 我還可以手動縮小喔 這麼強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但我現在跑到宮中啦 好像突然觸發BUG了欸 哇 這個模擬器遊戲 越大隻劣勢越明顯欸 我們真的很容易把這種大型的巨人擊殺掉喔 你看我這邊丟幾個大便 他應該就會直接 對 碎掉了 因為他的判定範圍太大了啦 欸 你們居然站在馬桶上面欸 玩一下衝起可以把你們衝下去嗎 哇 把他們衝下去了欸 欸 好爽 好爽喔 這個碰到馬桶直接碎掉 因為這個是傷害性質的嘛 我要下去看看 來囉 把我衝掉 把我衝掉啊 衝襲一遍 衝襲一遍 這個果然是秒殺傷害啊 我現在就在馬桶裡面了欸 YES 用這個彩虹便便攻勢 這個大隻的劇已經死幾遍了啊 你有看見嗎 他每次一直重生的話 就一直掛一直掛一直掛 他真的容易踩到其他玩家便便 這沒辦法啊 誰叫你這麼大隻咧 然後碰到這個水塊又直接掛掉 欸 想要來衝看馬桶嗎 不要四處散佈你的愛啦 我知道你的便便 拉在褲子上那隻很大K 但我對你的沒有什麼興趣啊 我會喜歡我自己的彩虹色東西 我要來造福各位民眾 他卡在中間欸 趁他病要他命 哇 他飛走了 你這樣子我要怎麼跟你玩啊 每個人都在空中便便是要怎麼玩 每個人都在天降幸福欸 希望你們走在路上的時候 不要從空中的彩虹色便便砸到 那可能就是黑熱的東西 代表你受到黑熱的祝福了 好好感謝我吧 在外面這東西可是要收錢的喔 哇 極限之彩虹屁 好啦 這遊戲應該就是這樣子的玩法啦 沒有什麼特殊的咚咚了 我們就是不斷拉石 哇 它碰到我了 它自己掛掉了 也是啦 這遊戲我們只要拿 砸到邊的話就有些掛掉了 7600分 啊這第一名都是19000啊 一直死一直死 好啦 我們這邊實況就先稍微囉 如果喜歡的話請訂閱所有 이야기를 請記得 喜歡 請跟朋友們拍 我們就下次的Roblox遊戲 再見囉 雙子溜公 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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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~~~~ 掰掰y healing